做完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哦 因为刚好同学做了一件事 就是按右键 他把它移除之后 想说呢 要重新插入一个 什么呢 重新再做一个表单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重新移除 下一次那个home 好像就不能够叫home了 因为他即便移除 他里面好像有个bug 他会记得你这个home 好像还存在 所以呢 你要叫home 即便他已经移除了 但是第二次那个home 名称也不能加 因为我这个可能没办法 因为我要讲后面的 所以如果记得移除之后 那怎么办呢 要不叫home2好了 就是多一个不一样的名称 那就OK了 如果你要home2 以后叫home2.show 就是你要把它秀出来 那个程式部分叫的名称 就要跟着更改 不然的话他会找不到 那其他的话就是这个改一下 这个改名称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前面这一排 基本上就是改里面一个属性 叫caption 这边也叫caption 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属性 我可能没讲到的 比如说之前最常被问到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 我如果要至中的话 该怎么做 至中 特别是因为在这边的所谓的属性指的就是他 这相关的外观跟他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要找你就往下拉吧 最下面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 tether align 意思就是什么 文字对齐 他预设什么 leptor 所以你想要什么 center不就好了 这样不就OK了 应该可以懂了逻辑 如果说你要彻底了解 每一个每一个 因为他的缺点就是上面都是英文的 所以你就是了解他的设定 反正每一个每一个动一下没关系 他不会坏掉 坏掉每一个再新增一个就可以了 那你就大概知道他的相关的设定 另外其他的话就是 这边做文字 所以基本上我们由左到右 这个全部就是这边的 那这个就是文字方块 就是这一个 那这一个就是这一个 所以大概就这些了 那其他还没用到的并不是没有作用 而是将来如果你要用到可以用 像哪一个常用 这个下拉清单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 常常会让人家用调的 调的的话他应该不会错吧 那你可以做下拉清单 那他用选的 选的应该不会错吧 有没有产品名称 你就把它放进产品名称 有多少个产品 就他用下拉的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价钱 自动跳出来 自动全部都自动就好了 这样他就不会错了 不然的话你如果让他随便输入 真的光要检查那些错误 你就头痛了 而且还有很多分公司 不同的资料 会整到你这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光要做这些整理工作 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与其这样倒不如在 源头就已经管控好 源头管控好 后面就简单的啦 OK 好 那再来的话我需要怎么样 把它启动起来 就类似像这样 有没有 启动哦 那怎么启动它呢 当然你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执行它 可是以后呢 你要让人家输入资料 你不可能说你叫人家到VBA里面 然后呢 请你找一个执行的按钮 把它执行下去 它就出来了 但不可能啊 所以你需要什么 一个启动表单的按钮 那启动表单呢 特别是怎么启动它 第一个你要知道它叫什么 Home 它第二个 它有个方法 叫Show 那么 所以你就是Home 扁Show 可是问题哦 你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按钮按下去 那按钮怎么做 按钮基本上我们是在Marcho 所以你就插入一个程序 叫Sub 因为Sub才能做按钮 名称叫启动表单 然后呢 里面就一行字 就把那个表单叫什么 叫Home 所以你就打Home 点 如果你点下去有 表示你的这个名称是存在 那如果像刚刚是Home2 点什么 点Show 就OK了 那再来因为有个Sub 对不对 你可以在这个Sub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按钮 所以我这边底下再把它上面这个按钮贴上 拿这个来改 重新指定它的具体叫启动表单 然后把这个按钮呢 名称叫启动表单好了 然后把它改一下 指定那个启动 就按它 会不会Show呢 有没有就秀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把它叫出来的方式 那叫出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你要填资料 假设我今天填了一个什么 随便我填了一个AAA好了 Enter它的成绩 不过我们先打正确的好了 不过你Enter 你会发现它会一直Enter 跳到这边了 那你可以点点这个 或者按Enter 可是现在会不会作用 不会作用 因为你没有写程式 对不对 那可是你程式要写哪一些 第一个 可能我们要写第一 所以第二个 我们要写程式写在哪里 记得把Home打开来 在这边点两下 它会跳出一个 当这个CommandButton1 这是它的名称 被Click Click是一个事件 就是它被点击了一下 就会触发这个Sub 这个Sub里面要写什么呢 第一个 我要把什么呢 把抓到我现在最下面 我要写到哪一列 所以你这边可以多一个R R等于什么呢 等于向下追踪Range 还记得吧 RangeA2向下追踪好了 我从A2 Ctrl向下是点什么 点End End指的是它的哪一个方向 就是Ctrl键上上 Ctrl向下的话 就是刮斧XL down 抓到它的列 哪一列 它现在最下面一列 但是我最下面一列是第7 所以记得做什么 加1 我就把这个R加1 那意思是说我将来要写到 那个列是R列 那再来的话呢 我需要做什么呢 把那个 我这个什么呢 这个东西 写到这里 这个东西 写到这里 感觉好像有一个萝卜坑的感觉 那其实 分别因为我如果没有改名称的话 它原来的名称叫Testbox1234 写到哪里呢 写到SalesABCD 那我们逻辑是后面的程式 后面的物件的东西写到前面去 所以程式其实就是这样写 你可以怎么样呢 写到哪里呢 写到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R列 这个时候是R列 对不对 豆点A栏 A栏里面的资料等于什么呢 等于储存格 那个叫什么 Testbox1 里面的文字就是 电Test 这里面的文字 也就是它的属性 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这个东西 写到这边来了 后面东西写到前面 那一样复制 所以你要贴 贴 贴 有没有 那这边的话改什么 改B 改C 改D 一样 所以这个应该逻辑通的话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3 4 好 这样的话 那把它再执行一下 好 有没有 A A A Enter 85分 89分 87分 好 按一下这个哦 试一下看 OK 有没有发现 输入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差 1 2 3 那这123的话 就把它补上 就可以了 不过 这种是正常状态 就是你输入的资料都是对的 那再来再去管那个防呆的机制 所以记得哦 好 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1 请你在模组里面插入一个程序 叫做启动表单 碰点show 并且增加一个按钮 按下它 2的话呢 再回到哪里呢 回到我们的表单的这个地方 点两下 写这个应该没问题的 就是追踪它最下面的一列 加1 然后呢 输入把后面的东西输入到前面去 那大概后面还有三个栏位 我们再把它加一下 这个就OK了 那以后它又一直加加加加加 反正你就甜甜甜加加加 这样就OK了 不过这种情况可能就还是会有防呆的需要 比如说没有输入资料 比如说它输入的成绩不是零到一百 比如说它输入的不是一个数字 那当然你就是要把它挡下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